北京市氣象台就在4月9日發出沙塵部藍色預警 預計4月10日凌晨4時至4月11日下午5時有沙塵天氣 局部地區震風10級 北京市沙塵部災害應急辦發出緊急通告 停止露天集會以及身外體育活動 另外根據中國大陸中央氣象台的消息 4月9日至4月11日中國大陸北方再度遭遇沙塵天氣 當中包括新疆東部和南部、甘肅中西部、青海西北部、寧夏、陝西、內蒙古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吉林中西部、遼寧中西部以及河南、山東、江蘇、安徽等15個省區市 其中新疆東部、內蒙古中西部等部分地區有沙塵部、局部地區有強沙塵部 中央氣象台自從4月8日晚上6時開始發出沙塵部藍色預警 直到今早6時預警繼續 預計今日早8時至4月11日早8時 陝西中北部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山東、河南北部等地 地中有陽沙或浮沉天氣 內蒙古中西部部分地區有沙塵部 除了沙塵部之外 北方地區還有大風和降溫天氣 其中內蒙古東部和西北部的部分地區陣風可以達到10級至12級 內蒙古中東部、河北北部、遼寧西部、山東半島等地部分地區降溫幅度可以達到10至12度 中央氣象台提醒民眾外出時需要駐議員離廣告牌、臨時搭建物等設施 農戶需要做好鵬架防風加股工作